谢谢,我在结论之前,想要先针对刚刚两个错误的资讯来做说明 第一个,我的两位对手都不约而同提到我们都吃了莱猪如何如何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当初民进党政府依照国际标准科学数据来制定莱克多巴胺的最高容许量 是为了要接轨世界,那在过程当中我们也做了妥善的风险管控 包含源头管理,产地标示,以及后续的稽查等等 所以对莱猪有疑虑的人都没有吃到莱猪 你们两位有吗? 那也因为我们展现接轨国际的决心 所以后续不管是在拜登总统任内的第一个贸易协定 选择跟台湾启动谈判 我们同时也分别跟英国、加拿大、韩国等其他重要的贸易伙伴 也深化拓展了关系 因为他们看到台湾接轨国际 愿意解决问题、克服问题的决心 那第二个呢 刚刚赵少康先生不断地在跳针重申 说赖清德是造成台湾风险的来源 我要跟大家说 国际公认的风险来源是中国共产党 不是台湾 不是民进党 也不是赖清德 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 不能像鸵鸟一样 一直在怪被害人 我们是被打压 被孤立的 那你们今天去指责美国的前任议长 裴洛西 裴洛西讲得很清楚 他访问台湾 是为了展现 他是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 他不是在挑战现状 他更不是要去改变 美国的一宗政策 那这样子 你们也不能接受 你们视为是挑衅 但是我觉得 你们却一直是跟着 国台办的基调 国台办呛谁 你们就跟着呛谁 国台办骂谁 你们就跟着骂谁 这不应该是团结台湾 接轨世界 让台湾在世界上架 该有的决心跟态度 所以经过这两个礼拜 四场电视的证件会 还有两场的辩论会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 三组候选人 只有赖清德跟萧美琴 是国政方向最明确 改革做法最稳健 也最能因应世界局势的变化 包含我一开始提到的 三大变局 也最有能力接办 蔡英文稳健向前的路线 台湾的总统选举 不是战情事 也不是在选名嘴 不是在选谁更会吵架 而是要选 有经验 有历练 能够做事 能够让台湾 更好的人 在快速变动的世界局势之下 领导者要带着国家向前 不能只是成口舌之快 用美丽的口号来治国 也不能轻易的在压力下屈服 只有冷静不躁静 理性不挑衅 国家才能够一直往前走 那我要谢谢台湾人民 对我的栽培 以及多年来给我的机会 让我从一个幕僚 历经多次民意代表的选举 还有外交官的洗礼 从台北到花莲 从花莲到华府 现在要跟赖清德一起 拼到总统府 这一路走来 我看到这块土地上 有辛苦耕耘的人 有各自不同的需求 我也亲自参与 希望能够在全球局势的变动当中 找到更好的立足空间 请大家放心把国家交给赖清德和肖美琴 因为我们是唯一理解 如何接轨世界 如何维持现状 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 以及繁荣 也只有赖清德和肖美琴提出了完整的国家希望工程 包含我们要走对的路 对的路就是民主和平的路 对的路就是创新繁荣的路 对的路就是公益永续的路 我们是唯一一组准备好有完整历练的人 选对的人就是要选我们是极战力 马上可以卷起袖子来做事的组合 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但是因为我们共同的努力 让世界看到台湾的好 让我们继续一起 让台湾在世界发光发热 在世界上架台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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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